这个商人怎么也没想到 转生异世界的外挂还需要开光 等集一的时候唯唯诺诺 打个史莱姆之后重拳出击 随手就是最高级的神圣魔法 就连变成前突后撬大美女也不在话下 就在两分半前 男主还在原本的世界里行伤 这个世界的亚人备受歧视 哪怕干多少脏活累活都不配得到报酬 但只有男主不这么想 不但对他们以礼相待 还执意要给报酬让他们去吃顿好的 一旁的女孩帮腔 男主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让他们别再推举 于是亚人们恭敬不如从命 但其实内心都非常高兴 纷纷上前对男主道谢 围观的人则都甩下一句伪善 男主无奈叹息 就非要靠歧视他人 才能获得内心的优越吗 谁知就在这一瞬间 他突然就通体发光消失在原地 成为了被召唤的异世界勇者后补 就算是被批量召唤的第198个 众人一开始也还是对他毕恭毕敬 异世界人一旦想要召唤俑者 肯定又是为了应付魔王军 事不宜迟 他们立刻就要检测男主的能力 兽人女仆轻轻牵起他的手 按在了水晶球上 结果在众人期待的眼光中 男主却完全没能得到神的家伙 那本该是每个召唤者都拥有的神兽天赋 但男主的所有数值面板 却全都和普通成年男人差不多 虽然之前那些后补也都资质一般 但男主可谓是至今最普通的 莫名其妙被召唤来 又被擅自失望 男主也很是无语 都说了他只是一介伤人 既然不行那就放他回去呗 可旁边的惊呼转移了所有人的视线 一脸无敌的男人站在那边 刚一集的所有面板就全都999 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男主 两个人的面板形成鲜明对比 他一下心中就有了优越感 看来他正是神赐的勇者 在场所有人都簇拥到他身边 而男主的存在感则完全消失 再也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消息很快传递到国王那里 不出所料的任命金发骑士成为勇者 内里欢呼外面愁 异世界怎样都好 男主只是想回家而已啊 可惜就因为被人无视 他已经错过了最后的回家时间 只能被流放到北方的边境森林生活 明明是亡国的过失 他们还阵阵有词 男主只感觉被这群人召唤来倒霉透顶 但既来知则安知 男主本想和驾车护送的亚人搭话 却得知他被下令禁止聊天 男主没有气馁 拿出了商人的交谈技巧 马上就逼得车夫忍不住回应 这个国家的亚人虽然也薪水低微 但不需要签订奴隶契约 人种之间的分别没有那么大 既然打开了话匣子 男主还想继续打听边境森林的事 但又被车夫果断拒绝了 不过从他刚才的话来看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不搞种族歧视 那男主说不定还挺喜欢这里 接下来的路上 他一直切而不舍地想要搭话 大半个月过去总算到达森林 车夫交给男主一个魔法袋 里面装着国王施舍的钱和食物 临走前车夫没忍住提醒 这附近似乎有魔王军 一路上他知道男主是个和善的好人 所以才好意多说一句 男主对此十分感激 可甚至不知道该往哪里逃跑 现在手头只有这个魔法袋 男主无视自通地打开 发现里面的东西意外的丰富 可惜金玉其外败蓄其中 掏出的剑一看就指向装饰品 但魔物不等人已经来袭 男主一看是些史莱姆 本来没当回事 可这世界的史莱姆居然很凶暴 看到他就往前扑 无奈他只好拿起剑乱灰 虽然最后史莱姆并没伤到他 但星剑也就这么同归于尽了 男主还没等无语 系统却突然提醒升级 男主的所有面板数值 都随着等级2提升至了无穷大 但他自己却不认识这个符号 所以并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系统也开启了语音功能 刚出现就蹦出了无数弹窗 这都是男主升级开光之后可使用的技能 男主一脸猛逼 还在目不挟接又被新的问题吸引 系统检测出 他的魔法袋被施加了魔法 可以被追踪定位还会吸引魔物 一想到这玩意是国王给的 看来完全就是想要他的命码 还好系统可以帮忙强制解除 男主见状连忙同意 但还疑惑了一下 既然这么容易就能解除 干嘛还要出这招害他 总之暂时不用担心魔物再来 但当男主刚想走进森林 系统再次警告 森林里受到了高浓度魔素污染 对人类有致命危害 但万能系统照样能将其进化 并且只需耗费魔力总量的三分之一 男主一听也没多难吗 反正以后都要在这里定居 肯定要进化一下 结果下一秒 搞出了负超大的阵仗 结束后男主还没察觉什么变化 就不知为何狂生了数不过来的等级 此时的王城 第一公主正和国王打抱不平 为什么要对男主那么残忍 明知道魔王军在森林里设立了前线基地 还要故意把他派去送死 国王一副丑恶的嘴脸 谁要管废物的死活 然而话因为落下属就来报 刚才确认到有最高级的进化魔法发动 国王刚理所当然的开始夸奖 自己选的金发勇者真强大 就被下属告知 魔法是在北边森林发动的 这边的男主已经被升级音效吵了365次 现在已经成了367级 刚才消耗掉的魔力也早就恢复 男主不明所以也没当回事 难道这世界光用魔法不打怪也能升级 但他现在只想先把升级音效关掉 考虑今后应该怎么生活 自己被流放的身份是个大问题 都没办法随便进入城市 系统再次冒出来提醒 可以使用魔法改变外观 男主恍然大悟 只要不被认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外观变化甚至可以性转 那谁忍得住好奇心 肯定得尝试一下 结果平板身材一秒变得前凸后巧 男主顿时打消了念头 用这个姿态当作日常他会害羞死的 还是选个能用一辈子的正常外貌 变身成差不多的帅哥就可以了吧 这样总算可以轻松进城 正好还能试试转移魔法 男主直接顺移到了城下街的角落 感叹这个世界真是便利 就连他这种小杂鱼 都能随便用本该很厉害的转移魔法 想到这里他突然想尝试 能不能转移回现实世界 果然还是不行 木已成舟 看来只能在这里活下去 继续尝试行商赚钱好了 但商人都需要人脉 先从冒险者开始积累本金也不错 系统连导航都能替代 很快男主就来到冒险者工会 用之前的宠物名 登陆成为了一级冒险者 虽然他也很想快速攒钱 但一级能接的任务实在有限 就在这时小萝莉的声音传来 他想求人护送他去之前的北边森林 但白毛萝莉兽尔娘的委托 竟没人肯接 毕竟谁都知道那里有魔王君 何苦非要去找不通款 但小萝莉声称家人在那附近 所以非常着急想去救人 男主于心不忍 于是决定送他过去 正好自己也刚从那边过来 就当日行一善 反正使用转移魔法也就举手之劳 围观人群文言大惊 男主看起来普普通通 怎么可能会转移魔法 男主还没搞懂状况 脖子突然就被利剑抵住 原来是女骑士认为他在说谎 怕他对小萝莉图谋不轨 身后的同伴也都这么认为 行啊那可是要三年起步的 男主感觉太冤 明明不想引云注目的 他只是一介普通冒险者 如果不放心不如一起同行 看他态度坦荡 一行人也都决定跟上去看看 但一看就还是满心戒备 男主没有办法 只好出手自证清白 一瞬间魔法阵发动 天医魔法 所有人都来到了北边森林 魔法是很是疑惑 难道男主真的是隐藏高手 虽然男主自己不承认 但事实胜于雄辩 一行人立刻为刚才的怀疑道歉 小萝莉却没有理会他们 慌张地走向森林 为什么森林里的魔术不见了 连一点魔兽的气息都感知不到 男主本想坦白自己用了进化魔法 却被系统提醒 眼前的小萝莉可是敌军魔族 女骑士也变了脸色 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没想针对男主 而是在怀疑行踪可疑的小萝莉 本来就是工会给他们通知 说有个小萝莉非要去魔王军在的森林 简直把不怀好意写在脸上 刚才故意为难男主 也只是想让他别掺和进来 众人都严正以待 都是到如今就别演了 小萝莉本还双目含泪 随后突然露出邪笑 原来他的真身是只巨大的白鸭狼 是魔王军四天王中一位的妹妹 他本就是被派去刺探敌情 在带点小零食 正好感觉几个人都很好吃 全都死在这吧 说着他开始大量释放魔素 小队成员历史感到身体不适 只有男主完全状况外 怎么就全倒了 白狼对他不惧怕魔素感到震惊 本想把他放到最后一个再杀 但男主可不会眼睁睁看他杀人 决定先用出转移魔法 把四个妹子送去安全之处 自己来断后 白狼虽然愤怒 但也无法阻止 只困惑为什么男主要留下来 男主心想这以后是我的老家 逃又能逃到哪去 那当然是想把所有会的魔法都是一遍 争取为人民消灭你这个祸害 谁能想到这样的发展 上一秒还在拼死相搏的敌人 下一秒就喊自己老公大人 只能说白毛少儿娘实在是太香了 就在两分半前 男主还以为自己是弱鸡 不施展全部力量对敌就会死在这里 可他不过是照着系统给出的面板 随便念了几句 刚当还趾高气扬的白狼 竟然就被他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男主并不想杀生 所以只想找出能束缚住他的魔法 可根据系统推算 最合适的魔法只有奴隶化 要知道 男主在原本的世界就最讨厌奴役他人 自然是果断拒绝 期间白狼还在拼死挣扎 系统虽然会主动帮助男主抵消攻击 可无论他怎么刷新页面 都依然只会弹出奴隶化魔法的窗口 一次两次三次 车咕噜话不停地重复 但系统和男主都同样顽固 到最后受苦的只有白狼 显然成了他们拉扯中的一环 很快就以筋疲力尽 他想让男主给他的痛快 但男主连奴役他都不愿意 又怎么可能会下杀手 他又不是这里的原住民 并不在乎人魔之间的斗争 他只是不会伤害已经投降的人 文言白狼也不再有敌意 解除了兽化 恢复成少女模样的人形 男主赶快给他披上外衣 他只希望女孩能够立下承诺 今后不再轻易伤害其他人类 但不穿衣服实在有伤风化 他本还想从魔法袋中掏出衣服 女孩却突然脱离到地呼呼大睡 毕竟刚才一战已经耗尽魔力 等他再次醒来时 夕阳早已西下 此时的男主还没搞清楚情况 自己身上的魔法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女孩却清楚男主的实力 毕竟照理来说 他本不应该这么快醒来 可现在身上却充满了魔力 一定是男主趁他睡着 为他施展了回复魔法 芬里斯此时已经穿上了娇美的白裙 他跪倒在了男主身前 不但承诺今后不会无故伤害人组 还向他宣誓了牙狼族的忠诚 毕竟他们族群就是以强者为尊 男主将他打败还饶他一命 今后他的生命与忠诚就都将奉献给男主 说着他就喊着主人靠拢过来 可男主是真的不想要奴隶 眼见男主拒绝他跟在身边 芬里斯尾去巴巴地发出小兽的声音 如果软得不行他还想来硬的 如果不能为男主服务那他也不活了 这下男主实在是拿他没办法 只好同意就此一路同行 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男主也决定和他坦白底细 把至今为止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 包括他原本的样貌 关于他今后的生活 他自己心里都还完全没底 如果现在女孩想要反悔还来得及 但芬里斯只觉得心疼 而且他们牙狼族的族龟 就是一生只会认定一个主人 所以也请男主不要再拒绝他的靠近 今后他会一辈子都陪伴在男主身边 此刻的人渣国王倒是后悔都来不及 毕竟他亲手选出的金毛勇者 人品甚至比他还烂 不但面对魔王军时又耸又爱逃 还把责任全部推到前方的普通士兵身上 面对国王时还大言不惭地表示 没有他肯定会全军覆没 不过此时他也很是沮丧 明明他有在修行 但一个月来只有等级建长 能力值却丝毫不动 难道一级的999就是他的全部潜力 不过感到烦恼的他 也并没选择继续修行 而是搂着美女侍从 跑去城里寻欢作乐 都是抱得美人归的异世界勇者 但选择却截然不同 男主此时正在街上寻找谋生手段 果然还是去接冒险者委托最合适 说起来他们二人的出狱 也正是在冒险者公会 男主果然还是对主人这个称呼有些抗拒 就在他烦恼怎么说时 一旁的路人却非常有眼力见 有这样的好眼力 你生意活该红红火火 于是男主也顺势表示 一男一女同行时装做夫妻很合理 于是主仆就这样成了伪装夫妻 但看着女孩嘴里一句句的 老公大人和亲爱的 好像和假戏真做也没什么区别 两人进入冒险者公会 芬里斯对冒险者名牌很感兴趣 今天男主就是想带他来一起登记 一听到登记城队的名牌 女孩顿时羞红了脸 他们族群的婚姻仪式 就是由夫妻一起捕捉猎物 再吞下城队的骨头保存 似手侮辱他俩 这就是当场结婚 前台小姐姐静静看他们秀恩爱 并询问芬里斯的名字 她一激动差点就想抱上真谜 还好男主足够激烈 在旁边称他为里斯 其实两人都变化了容貌 也不至于这么紧张 但还是以防万一 毕竟以后都要在人族中生存 这时协会突然来了个紧急委托 城镇北方出现了大群狂乱雄 为了避免他们毁坏城镇 所以需要人手紧急出动讨伐 所谓的大群狂乱雄 正是传言中击溃勇者部队的 那只魔王军 冒险者们纷纷闻之色变 即使工会已经将报酬升至十倍 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冒险 男主自然也不想掺和 但芬里斯自告奋勇 不过是区区狂乱雄 根本不用男主出手 就连他自己都可以接下这个委托 随着转移魔法发动 两人秒速就到达了战场 正好降落在工会提供的空屋上方 两人本来还想着 以空屋为中心寻找敌人 但根本不用他们去找 跟随着惨叫声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敌军的踪迹 而且仔细一看 被包围住的还都是老熟人 正好是之前遇到的骑士团小队 芬里斯当然还对他们有点意见 但男主肯定不会见死不救 于是一个雷击魔法 就把狂乱雄群体麻痹 最后剩下的一只漏网之鱼 也由芬里斯亲自出脚 一个天降神法就把他干爬 女骑士并没认出芬里斯的身份 但回头一看原来竟是男主 看到他能平安脱身 女孩们也非常感动 这已经是男主的第二次救命之恩 听到关于他的坏话芬里斯 呲牙咧嘴 但男主一回头 他又立刻装作乖巧 本来以为男主会照例官宣 他们是夫妻 可这回他竟然只说是女伴 这让女孩十分沮丧 趁此机会 森林中又杀出一头熊 就往芬里斯背后扑来 可此时他正心情不爽 一个眼刀就把狂乱雄吓倒在地 再也不敢造此 芬里斯还一脸无辜 他可是什么都没敢 眼看大熊躺倒在地上一脸卖萌相 芬里斯顺势提出 要不就收复他当宠物 骑士团在背后听得瑟瑟发抖 你们家养的宠物都是狂乱雄吗 但芬里斯越说越起劲 他们可是连勇者都能击溃 收了绝对不亏 重点好像不在这里 但男主用自己的脑回路想了想 抓住魔物让他不再伤人 似乎也算好事一桩 于是他就用魔法给狂乱雄戴上项圈 由此控制他的行为 接着又觉得熊的样子太大太吓人 于是直接一个外貌变化 将他变成了只可爱的独角兔 一套小连招理直气壮顺理成章 看得其他人一愣一愣 在他们看来 男主的实力远超想象 于是就动起了拜师学艺的心思 骑士们都正式做了自我介绍 金发的领队是罗莎 黑皮重剑士是沙姆 绿衣女还是毕磊莉 而小罗莉魔法使叫做贝拉诺 不知道男主愿不愿意 对他们进行战利指导 骑士团人人自危 如果不好好提升实力 随时都可能变成勇者失败的借口 更别提他们几人 在骑士团中都只是心愿 四人联手就连一头狂乱熊都打不过 所以现在实在是病急乱投医 只能恳求男主帮他们一把 本来男主这个老好人还在犹豫 旁边的芬里斯却不乐意了 你们想抢走我和亲亲老公的甜蜜时间 门都没有 男主看着他的状态心生一计 于是顺势承认他们是夫妻 今后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不想参与更多麻烦事 一听这话 芬里斯立刻掩齐息鼓 骑士团四人也只能表示理解 可男主刚以为逃过一劫 芬里斯却突然抱起 主动替男主揽下了这事 此刻被称为妻子 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进入了恋爱脑的飘飘然状态 他又开始懂了 觉得男主这个烂好人肯定不会拒绝 男主只能心头无奈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是真的想拒绝 但看着女孩们紧张的神色 他最终还是点头同意 会尽力而为进行指导 那下面就还有个问题 他们现在正在荒郊野外 如果想和男主学习技巧 就只能和他们夫妻一起赞助 没想到芬里斯一听 竟然立刻同意 毕竟可以借口将房间让出去 而他就能趁势和男主住进一个房间 男主的新婚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但魔王军那边此时却有些实不知味 手下向魔王禀报 男主的内发净化魔法 把森林中的一支魔族部队全数歼灭 必听人类方居然有这一牛逼的人出现 魔王立刻下令 三分钟内他要得知此人的全部信息 一天结婚两天现身 白毛丁公兽二娘根本让人无法抗拒 男主也是个护妻狂魔 为了他直接群体雷电干翻魔王军 男主刚一醒来 眼前就是美少女修男的神言 虽然一开始说是假夫妻 可就连分床睡都是少女让了步 他俨然已经开始假戏斟作 房里要不是两个单人床 他必然要纠缠的男主一直到天亮 而男主则觉得进展有点快 光是同屋已经很不好意思 可夫妻的谎言早就说了出去 也只好接受现在同房不同床的状态 还烦恼着这事 女孩就开始对他动手动脚 女骑士罗莎实在不逝去 开小夫妻的门都不知道敲一下 结果就打扰了他们的好事 小插曲后四人开始正式训练 可这水平已经不是菜就多练的程度 更让人想感叹菜就别玩 掉头就跑的队长 压根屁不中怪的重剑士 防御一下魔力就见底的魔法师 可连血皮都擦不破一点的弓箭手 这四人到底是怎么一起组队活到现在的 小夫妻深感怀疑 看来一时半会他们都难以出师 于是男主为他们安排了房间 讨伐狂乱雄的报酬已经收到 男主就便宜买下了这座房子 他秉承着暖男的绅士风度 总不能长时间让他们一直睡地板 另一边他的闲内住也做好了饭 可众人一看却是滋滋冒血的生肉 对他来说这确实是先品 可其他人可受不住这个 男主冷汉直冒 他是不是唯恐身份不暴露 虽然芬里斯表示 如果需要处理他可以去考一下 但男主还是决定亲手下厨 一旁的罗莎则帮他打下手 芬里斯有些委屈 感觉只有旁边的小兔熊才是他的知己 不一会男主就端上了西式大餐 从浓汤饮品到沙拉肉排 一口气全部满足 虽然其他人都很满意 但芬里斯却还是气鼓鼓 看到男主去夸罗莎的厨艺 他更想发小脾气了 其实比起当骑士 罗莎更喜欢做饭 以前他家是个落魄的小贵族 家里连厨师都请不起 已经习惯了做饭 芬里斯对蔬菜沙拉很是不满 他可是堂堂牙狼 怎么能吃草食动物的东西 但很快他就真香了 毕竟男主做的确实美味 从此被人类的食物狠狠圈了粉 哪怕知道肉排其实是罗莎的手柄 也不能改变好吃的事实 他下定决心 之后一定也要学会料理给大家展示 这天男主又去工会送山珠 他手里每天列得的山珠 好似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已经让旁人开始注意起他来 男主也自知过火有些理亏 正好被工作人员搭话 于是芬里斯趁机向他请假 偷偷地去上城里的料理教室 在工会这边男主得知 由于他打猎太过尽兴 已经变成了近期的城镇传说 就连国王都注意到了他的强大 想要邀请他去勇者手下效力 他将会得到荣誉骑士的头衔 只靠夫妻两人就能狩猎一群 即魔兽 简直闻所未闻 就工会角度当然不愿意放弃他 但讨伐魔王军是整个世界的事 所以如果男主想为国王效力 工会也不会强求他留下 但想想身边可爱的魔族女孩 男主并不认为与魔族的争斗很必要 所以果断回绝 而芬里斯那边却搞得浑身脏兮兮 就连狩猎魔兽也没让他这么狼狈过 每个初学者都很容易觉得 不就是做饭吗我上我也行 但一旦亲自上手才会知道 真正的流程有多么麻烦 尤其是连做人的流程都还没搞懂的 原生态美女芬里斯 初次尝试的结果 毫无疑问是炸厨房 为了能抓住男主的胃和心卡也是拼了 和默默努力着的纯爱相比 勇者依然在美女环绕中寻欢作乐 他还妄想着 传说中狩猎到超多魔兽的强者 会乖乖地到他的麾下干泪活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男主的回应始终只有一个 无论来多少次他都会拒绝 一个月之间总来邀请 男主不烦芬里斯都烦了 恨不得直接变回原形 把他们吓推到再也不敢来 男主能理解社畜必须这么干的心酸 也并不是很在意 他更看重的还是陪几人训练 来到后院 他却惊讶地发现 中骑士没有在练功 而是在帮他厨地 总不能白白叫他生师傅 却一直在这吃白食 最近他和小兔熊的关系越来越好 厨地的事也是二者一起努力 但男主其实觉得 他们与其干别的墨语 还不如专心练习 芬里斯也是同胆 弓箭手实在胆子太小 昆昆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昆昆 虽然他解释了复眼昆很好吃 但女孩还是觉得 不能吃考虑吃 死活不肯下手 魔法师也在树下 专心睡觉绝不练习 还狠狠地白嫖男主的魔力戒指 眼看他似乎生出了点 不该有的无名指心思 芬里斯立刻化作背后怨灵 罗莎更是在一旁 故意装柔弱 气得芬里斯直接揭穿 他娇就不行 非得坐坐地请男主来是吧 不过他的注意力 很快就被转移 毕竟草丛中有个人正在蹲他 经历一个月的料理培训 芬里斯也终于小有成效 向各位展示了他的料理成果 听到男主的夸奖 他终于生出了满满成就感 承认了骑士一直在偷偷上料理教室 一开始他还经常想用魔法偷懒 但总算是逐渐感到了用心做饭的快乐 出师的这一个月 老师也是很不容易 曾经的他只觉得武力是唯一必要的 但现在却越发能体会到 生活的各种乐趣 这都是男主带给他的 他还特意给男主专门准备了一道咖喱 加入了各种爱的香辛料 眼看男主抄给面子 他的努力也是没有白费 但屋里在甜甜蜜蜜 屋外却是惊恐不已 之前在草丛中蹲着的 正是魔王军的猫猫人 那个芬里斯怎么变成了人族的小娇气 但其实他早就被发现 很快就被请到了屋里 猫舌的他很难享受人类的热查 只能被动地与两人聊天 芬里斯很是奇怪 作为魔王亲信的猫猫人为何会在这 他自然只是来附近调查 却在途中偶然发现了曾经的同伴 芬里斯立刻骄傲地表示 他现在正和亲爱的老公住在一起 猫猫人莫非还敢横加阻挠 看到他和善的表情谁都不敢 但猫猫人其实还是大吃一惊 毕竟芬里斯看起来完全性情大便 旁边能和魔族谈笑风生的男人也不简单 他本身最擅长鉴定魔法 却觉得面前的男主深不可测 这种感觉就连面对魔王也不曾有过 他趁机试图套话 男主果然上钩 一秒就掉马承认了使用过进化魔法 猫猫人完全没想到 试探出来的结果这么惊悚 他要找的罪魁祸首原来就在身边 那座森林里被歼灭的军队 正是芬里斯的哥哥以及手下 男主一直对此毫不知情 但芬里斯其实早就知道 但他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他们牙狼族的族训就是弱肉强食 被男主消灭也只能说明哥哥学艺不精 芬里斯已经深深迷上男主的力量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再改变心意 魔族们还在讨论着伦理问题 但偷听的四小只却吓傻了 所有人都光速掉马 现在的小屋里竟然坐着两个魔族 猫猫人脑中飞速运转 如果男主会是魔王军的威胁 那看起来芬里斯也已经跳反 他心中下定了决心 站起来表示想与男主切磋几招 谎称对芬里斯都能迷恋的力量很感兴趣 实际只是想趁机把两人都除掉 没想到迎来了芬里斯的强烈反对 他只是连老公和其他女人过招都疯狂嗤错 最后他们还是摆起了阵势 可以使用魔法 一直单挑到对方投降为止 早就想好要不讲伍德的他 还以为优势在我 却完全想不到 男主的外挂系统才更不讲伍德 无论想耍什么阴招 在系统眼里都可以一箭强制解除 而且当看他这招还波及了芬里斯 男主有些怒了 牵扯到身边的人是他无法忍受的 接下来他顺发了束缚魔法 将猫猫人困在空中 完全动弹不得 最终他只好投降 隔天男主两人开诚不攻 向小队坦白了芬里斯的真实身份 他们知道人魔双方现在的严峻关系 哪怕四人要去城里报告 他们也不会有怨言 在此之前芬里斯只想最后解释一句 他早就不隶属于魔王军 而是只效忠于男主一人 都已经同住了一个月 芬里斯的真性情他们也了解 更何况 他已经算是四人的半个老时间恩人 他们虽然身为骑士团 但也不会如此忘恩负义 感受到来自人族的善意 芬里斯心中暖暖的 但此时外面却突然出现嫡喜 猫猫人和魔王军 你们这样路就走窄了 不赶紧对男主采取怀柔政策就罢了 竟然还来主动挑衅 四人看着脸都绿了 男主不知道可他们知道 毁灭过许多人类的龙族部队 有多么可怕 猫猫人见状骄傲地想要劝降 可男主却只觉得兴奋 还是那句话 异世界里能亲眼看到龙可是浪漫 哪怕男主原世界里也有龙 但却稀有道从未见过 猫猫人真的胆大 居然明知男主身怀神圣魔法 还敢故意招惹 求人得人 男主立刻天降圣彩 什么魔王的最强军队就着 望着逃走远去的龙群 仲剑士还有些感叹 早知道这么容易他也趁乱补个刀 说不定还能蹭到的经验值和称号 但男主文言却很感兴趣 他也想试试能不能行 于是他让女孩丢出锄头 自己则在一旁施加上各种牛逼棒 普通锄头立刻变成一击穿云剑 龙讨法者的称号经验 也都归了仲剑士所有 简直堪称天上掉馅饼 其他三人一看还能这样 瞬间集了围上去也想要 可惜机会只有一瞬 龙群现在已经逃走 殊不知这一切全在魔王的观测之下 另一位四天王剑壮 忍不住想要请求出战 这个魔王真是一点架子也没有 剑手下勾搭男主不成直接来拜访 结果他还意外看上女骑士 冲冠一怒为红颜 当场就向人类发起总攻 自从猫猫领人前来袭击 男主就在房屋四周设下了结界 省得再有魔族想进就进 芬里斯想起那只偷星猫 觉得直接放走实在太便宜他了 不亲自出手揍一顿那都不解气 但男主清楚他对魔族留守的原因 是被意外杀死大舅哥的事情惊到了 天知道他只是随手进化后就疯狂升等级 现在一看那全是由魔族的鲜血助就 即使如此芬里斯依然对他不离不弃 让他的心中又愧疚又有些安慰 此时的四人小队 还沉迷于猎龙者的称号无法自拔 得到意外大奖的重剑士游在梦中 其他几人则都在懊恼 为什么自己没能抓到机会 从此斩断过龙头的锄头就成了金色传说 放眼全世界那肯定也是独一份 这时女骑士罗莎默默走开 虽然她表面看起来神情淡然 只表示会继续努力修行 令同伴们都有些自残行贿 但她其实内心可惜极了 要知道她是真的很需要猎龙者名号 这份荣誉足以让她能把家族振兴 重现她梦寐以求的童年时光 将全家人都借来王都居住 但还没等她调整好情绪 身边突然就出现了一位陌生人 这个猛男看起来就很不好惹 罗莎看似微笑搭话 其实手掌已经握上剑柄 一听男人是芬里斯的救世 她立刻就明白她是魔王军之人 明明刚被击退一波就又来一个 男人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见他拔剑出窍对准自己 男人立刻举起双手示弱 表示他并没有敌意 今天他会就此打道回复 只是托付罗莎帮他代话 问问芬里斯要不要坐下来喝茶聊天 男人刚刚转身离开 发现了魔族的气息 还好罗莎并没遇到什么危险 等他当场传完了话 芬里斯一脸无奈 刚才和他搭话的男人可是魔王 他们赶来的时候就正好看到这一幕 简直人都傻了 罗莎瞬间实话 刚刚他居然敢拔剑威胁魔王 还正义凛然地对着他抱上了名号 他肯定会死得很惨吧 结果第二天魔王就再次登门拜访 这次接待的自然是芬里斯 男主见状便也请他进屋 魔王还很惊讶于男主的震惊 只有旁边路过的罗莎要吓傻了 他们莫名其妙就开始了四方面谈 而且罗莎偏偏还是坐在魔王旁边 看着散发出可怕威势的男人 罗莎已经感觉神志不清 对面的小夫妻倒是毫无拘色 不如说芬里斯对他很不客气 魔王看他话中带刺也并不生气 反而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来意 想要招募男主加入魔王军 他当然秒速拒绝 和是否是魔王亲自来请的诚意无关 他单纯就是不想掺和进这些破事 只想和亲亲老婆过上平静的生活 打打杀杀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 什么荣华富贵统治世界也都是无稽之谈 说实话他直到现在 就连这个世界人魔战争的理由都还没搞懂 怎么就非要强迫他站个队 魔王有点发猛 原来男主连这都不知道 芬里斯立刻表明 毕竟对和平主义的男主来说 这本来也是不必要的情报 但魔王自顾自地开始解释 其实战争的理由到现在早已经模糊 这个世界的人魔战争就像是设定 自从初代魔王降临就已经开始 据说他曾经就是个异世界人 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才会来到此地 当时遭到人族迫害的魔族接受了他 而为了将人族也耐入统治 初代魔王便发起了旷日持久的人魔战争 尽管时代早已变迁 但战争一旦开始 仇恨就只会越积越多 到了现魔王的第十二代 尽管早就不执着于最开始的目标 但战争早就没法被轻易平息 虽然他听到了男主的想法 但他绝不能接受男主有任何可能会导向人类 为此不惜展露真身释放出大量威压 男主仍然面不改色 向其承诺自己是个绝对种民 真的是对两边都没兴趣 看到小夫妻都如此淡然 魔王也收了神通大笑起来 男主果然是个真汉子 至少他相信男主不会投靠那个无耻国王 不过他还是不会放弃招揽抽空再来 更别提他骑士被罗莎吸引了注意 除了男主 居然还有人能在他的权力威胁下面不改色 果然是个有趣的女人 不过只有罗莎自己才知道 他之所以面无表情 只是因为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 直到被同伴疯狂呼唤他才回过神 等到他第二天再次睁眼 本来已经想重拾骑士尊严 结果一大早魔王就又跑来蹭饭 他刚回归的魂立刻又要飞 魔王理所当然地坐在主位吃早饭 行为举止就像在自己家一般自然 俨然是一副想要常驻的架势 魔王很明显对他超感兴趣 罗莎觉得要不还是别火了 他连忙找个借口飞速离开 之后的几天就一直如此 他逃他追他插翅南飞 就算罗莎多么小心 魔王还是如同有个雷达一样四处出现 罗莎见他就跑 简直已经养成条件反射 可这边是过得其乐融融 人族王宫那边可就不淡定了 监视的士兵发现 有魔族总是出入男主家 尽管苍天可见他只是想中立 但人渣国王可不管这个 只觉得男主太不给他面子 竟然胆敢无视他亲近魔王军 王宫恐怕只剩大公主 还有点脑子 试图奉劝父王不要一错再错 如果现在出兵威胁男主 反而有可能将他更加推向魔王军 男主一看就是吃软不吃硬的人 现在魔王军就是在重视沟通 而如果父王还是只会一味高压 今后恐怕是没什么好果子吃 可是国王不管 不仅如此勇者也要来搅局 两个人渣狼狈为奸 可怎么办 只能是联手成为主角脚下的炮灰 此时的魔王城堡也并不平静 魔王的微信最近几天急转直下 现在的他根本乐不思数 成天就知道往男主家里跑 真的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在聊妹吗 魔王只是表示自由打算 猫猫劝告不成也只能默默担心 小夫妻好不容易的二人时间 芬里斯乖巧地凑近男主搭话 他手里的原来是龙林房剧的新式作品 果然他体内还是流着做生意的血 最近都在思考怎样做好新商品 让他们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富裕 芬里斯觉得男主活得实在太辛苦 明明可以靠实力却偏要当商人 但凡他同意到勇者手底下工作 黛玉肯定就再也不用操心 他猜测男主难道是为了顾虑他 毕竟他的性格实在太过温柔 那其实大可不必 他真的没有很在意人魔之别 现在主人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 男主表示他并不温柔 只是正因为自己现在强的离谱 才尽可能不想和任何人起冲突 芬里斯感叹这不就是温柔 男主的这一点也让他很是喜欢 两人之间流动着暧昧的气氛 这时却有敲门声不合时宜的响起 芬里斯还以为又是魔王来烦人 但结界却并没有反应 果然是人渣勇者想过来装逼 一脸的趾高气扬真是让人看着就欠揍 他率领大军直接向这边压来 还夸张的骑在马上剑指男主 威胁究竟是选择效忠还是毁灭 感觉比起勇者他更该去当演员 戏多的令人看了都吃惊 他把男主的无语当成了被镇主 还沾沾自喜的以为 这一幕足以成为人生名场面 做着他今后成为传说的美梦 可惜男主压根不想鸟他 就算天王老子过来 他的答案也只有一个 说中立就是绝对中立 帮着谁虐杀另一半他都会不是 然而勇者当然没有魔王那么好说话 巨婴总会觉得别人都敢顺着自己 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要开始破防 恼羞成怒的给男主扣上卖国贼帽子 还想把他当场斩杀 其实四人没想到勇者的品德如此恶劣 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冤枉人 但勇者充耳不闻 他不仅不会放过男主 话里话外还要连坐几人 除非四人族倒戈为他工作 人渣果然是由言不尽 男主也放弃了和他沟通 眼看他的选择还要牵连歧视四人 他不想答应但也不想当面起冲突 不如就此跑路 芬里斯自然毫无意见 四人族也都纷纷表态想要跟上 曾经的他们 也认为人类的价值观绝对正确 魔族都是残暴的敌人 可和芬里斯生活这么久的他们知道 魔族一样是有血有肉有酵有味的存在 魔族不一定都是坏人 而坏人也不需要都是魔族 就比如眼前这个耀武扬威的废武勇者 谁效忠这种人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任命这种勇者的国家也是没救了 还不如和男主他们一起走 看着他们旁若无人的计划跑路 勇者终于绷不住了 不把他看在眼里也得有个限度 可事实上他确实毫无存在感 毕竟男主只是轻轻一挥手 连人带房屋 甚至开垦的农田都全部被转移 一根毛都没给他们留下 人族士兵们全都看傻了眼 怎会有人能使出如此牛逼的转移魔法 这时魔王正好姗姗来迟 亲眼看到快乐老家被人挪走 感兴趣的男主罗沙也全都没了踪影 他当场大怒召集所有魔族 要向人类王国发起总攻 魔族们苦等着命令久矣 一时间风云变色黑云压境 不过男主几人对此毫不知情 转眼就到了遥远的西边 眼看除了地点其他所有都没变 搬到在这远离王都的小镇 大家都希望能从此过上安稳生活